那他擁有的是龐大的金控跟金融的帝国 特别是在中国内地的地方银行 受险期货等等 所以他曾经来台湾并购日圣金 我问一下高超 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 那台湾事实上引进一部分的外资 很大一部分的核心来自中资 而且中南海内部有一种声音 他们认为打台湾不如买台湾 买台湾要先买银行跟电信 所以那个时候远传被外资入骨电信两成 那个时候对象是中国移动 台湾社会有争议有讨论 然后日圣金控也变成肖建华的标的 肖建华想要直接拿下日圣金 我想他拿下的两个目标 重点第一个是南山人所 第二个是日圣金 那这几天大家又把2018年 回归到今年2019 为什么 因为最近大家说红军来 因为下架吴思怀 所以他叫红军 然后最近就开始吴敦义的儿子 吴思怀又被跟吴思怀扯在同一个时间点 大家在问为 国民党会忽然有人问说 你们今天过去肖建华的模式 那吴敦义是不是国民党 你党主席被绑架了 因为他当初投资那么多 也要寄予国内 所以大家会提到 因为吴思怀的关系 又其实到吴敦义 最近提到说 国民党有没有被大陆红军把绑架 这变成一个新的新闻 那我们回归2008年 那时候肖建华是目中是看中两个标的 大家认为他只有三个是 营武者 他为大家是营武者 那时候交易的部分 大家就叫做交易内幕 但是交易内幕当中有人穿针引线 穿针引线的角色更重要 就是吴子莲 那我们第一个看南山人说 2008年雷曼 那个时候又风行 那个时候飘摇 所以南山人说最大的母鸡是 母老板是谁 AIG AIG风雨飘摇 所以南山人说本来叫出售 出售的时候 突然出现一个公司非常重要 这公司里面 这个叫做中策 中策斩子80% 另外一个叫做博智 一个博智20% 这家公司基本上就要来吃南山人说 好我们看一下这家公司里面 82比例 中策 中策在香港这个挂牌的公司 0.1块的港币 他竟然要发行780亿股 怎么样呢 所谓的0.1港币要吃下什么 要吃下南山人说 好那你说中策集团后面是谁 肖建华 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对对对 肖建华曾经参股中策 中策 然后中策准备来台湾吃AIG AIG 好 然后那个时候银眼梁也要吃AIG 各路人马要吃AIG 那肖建华也曾经是要吃AIG的其中一个大金主 对 好那你刚才提到 对 肖建华他是始终动用资金的力量 可是背后要一个什么 要一个power的力量 好我们看博智 博智一个金控公司 博智金控基本上上面就是一个博智资本 好那博智资本出现两个kemen 一个就是总裁 换国昌 换国昌的上面你记得不能看 就是什么 北京控股 北京发展 就是什么 到国企的系统 好那我们看博智资本另外一个换国昌之外 总裁就是那个总经理 叫做李文雷 李文雷是谁 李文雷就是中国副主席 就是李 我们刚才讲李兰青的一个儿子 好 所以我们简单 中策就是肖建华 但是什么 博智资本就是什么 中共的国务院 所以他们其他左右啊 就是两所策略 一进来了就准备要吃这个南山人数 好那第一个这部分牵涉到 为什么牵涉到吴子联 因为南山人数 那个时候上面要标杀 标到是博智资本 博智资本 博智金控是一家公司 可是要委托什么 德意志银行来办理 就好像我证据 我可能要在一个什么 投信图理 好那德意志的香港的 这个kemen就是什么 吴子联嘛 所以大家都知道 你的说实在 你的成销 老实讲 将来如果这些交易成功 成销就是谁 就吴敦一 吴子联嘛 那成销的 比例可以多少 帕数可以拿多少 你要做穿针引线 就出来了 所以吴子联在这个重要的角色 那另外一家就是日盛金控 日盛金控也是一样 那时候也是 就是资金的 RCT的时候 接收了 风雨飘渺的时候 好 那就出现了几个 两个重要跟博智的 跟一样 中策模式一样 一个就叫做我们刚提到新生银行 新生银行占出乎在35% 就是整个日盛金控的股东 最大股东 第二个就是建高 建高集团 各位建高集团是谁 又是肖建华 那肖建华后来后面他牵涉什么 贾庆龄的 不是这个曾经红 这个曾伟 那我们这样 后来有人去查 确实有问过吴子联 你到底在日盛金控 扮演什么角色 吴子联其实 过去承认 他说日盛金的最大的股东 新生银行确实 那时候要把日盛金包裹出去 所以就委托我吴子联 来找钱 对外找钱 然后对外找到什么 找到肖建华 有人就问说 吴子联 你认不认识肖建华 吴子联经常讲 有啊 所以基本上 这个是过去的事 所以现在才回到说 怎么国民党的党主席 是不是被绑架 我们打个问号 好我们稍后再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